郑俊青,给我鬼无论 你是什么人,这里容不得你胡乱撒野 郑少随便动动手指头,就能把你戳死在这里 夜十三,你不要胡作非为,不然郑少一清毕掉你 混蛋,你敢动我 黄殿长不要冲动,打打杀杀是野蛮人的行径 我们是斯文人,还是文明一点好 夜十三,你今天来这里撒野,惊扰郑家各方兵客 我不会胡乱怪你,但你总该给一个闹事的理由吧 让我知道我郑家哪里得罪了你 哼,别废话,让郑俊青滚出来 郑少大度懒得理你,但老子黄狼却不能惯着你 信不信我今天就弄死你 黄狼又是千狼会了 郑俊青,你还不滚出来吗 夜十三,你究竟要干什么 郑俊青,你不是龙珠厮少之一吗 你做所同归了,怪不得孙红颜看不上你了 因为你是没有半点担当的 不错,不错,当众捅人,有胆破,有手段 可你捅他并不算什么本事,有种就来捅我郑俊青 只是你要捅准了 一旦我留有一口气,你和你身边人,一家大小,就全要倒霉了 郑少好帅,好威风啊 是啊,不愧是龙都世家子弟 这夜十三,真不自量力 难道不清楚自己跟郑少的差距吗 就是,他有什么资格叫板郑少啊 哼,虚张声势,就算给他十个胆子 他也不敢动郑少一根毫毛 夜十三,别杂杂呼呼了 跟我证据经叫板,你还问了一点 我四叔和警方很快就到了,你当众动刀子,还可能杀了人 这是非法行凶和故意杀人 最低无期徒刑,搞不好要枪毙 先想想怎么摆平警方吧 哼,如果我是你,一定马上跑路 而不是留在这故作玄虚 啊 青狼腹肌,公本三郎袭击 这一连串的连环纱,除了零尖水外 跟你也脱不了关系吧 是又怎么样,难道你要捅我吗 别壮不作样了 就算给你一百个胆子,你也不敢动我一个毫毛 我再告诉你,这只是一个开始 等你今晚进了牢里,我会让零尖水弄死你身边的人 算计我这么多次,一个酒瓶,两只手,不过分吧 一十三,你这样对我想过后果吗 哼,我既然来了这里,你觉得我会在乎什么后果吗 倒是你,还要告诉我一件事,不然你就去死吧 什么事,零尖水在哪里 谁在我这里发言,动我的执子 四叔,七妹,原副叔 好啊,动我郑家人,够胆子,够魄力 我活了几十年,第一次见到你这么猖狂的人 郑先生难道就不问问我,为什么会这么做 不用问,不想问,也不需要问 我告诉你,我侄子今天的耻辱,你要拿命来偿还 不讲道理,还无法无天 老子就是法,老子就是天 老元,把他抓起来,胆敢反抗,就地毙了 要敢拉我侄子陪葬,就拿把全家来偿命 发金青 他还没告诉我,零尖水在哪呢 傻叉,性命都不保了,还惦记着零尖水 他必须死,不然你也可能会死 难道正少,又一条倒走倒黑吗 不说,不说,他在临江别处,凌晨一点会借往干国 很好 小兔崽子,你完蛋了 敢伤害我哥,劫持我哥 我要让你知道,什么叫生不如死 莫先生,您怎么来了 没事吧,谢谢莫叔关心,我还扛得住 以你的能耐,怎会被一群废物按住 实在没力气了 总之,以后不要再让人按住了 好了,我们回去吧 谁让你们走的 老莫,误会,你大人大量多多包涵 对,大人不及小人过 我这里没有小人,只有自己人和敌人 莫先生,这夜十三伤了正经轻,还捅了人 你不能把他带走 没错,老莫,我不知道夜十三是你什么人 但他大庭广众商人,还费了我侄子两只手 这是的的确确的犯罪 你也算夜堂的元老了 应该知道,法律至上 你这样庇护罪犯,对你不好,对夜堂也不好 是啊,夜十三可是犯罪了 必须受到法律的严惩 就是,夜十三得罪了正家 你说带走就带走 当我们正家好欺负吗 小子,你伤害了我哥 天王老子都保不住你 刚才那一枪只是利息 我会慢慢玩死你的 呦哼 本来想要给正家留一点面子 让你们不至于丢人现眼 结果你们却跟我讲起法律,讲起公道 行,我给你们讲法律,我给你们讲公道 十月二日,郑俊清跟夜市三拍卖会上冲突 事后,郑俊清通过灵千水 缩使青狼服杀业十三 十月五日,郑俊清指示灵千水 派出酒井穴子,潜入飞龙别墅 暗杀业十三 十月十四日,也就是今天 郑俊清让公本三郎毒杀业十三 据查,灵千水是血一门安插在南陵的一枚棋子 多次违禁运输西药和收集谷秘方给杨国 据查,郑俊清从灵千水身上收取十八次利益 金额超过一百亿 上周更是担任血一门级先锋 竟派云顶山 据查,郑俊清还意图联手公本三郎 在龙都设立一关 老莫对不起,是我多嘴了 你把夜十三带走吧 哼,郑俊清和灵千水对夜十三袭杀这么多次 他今晚过来讨回回他,那倒不应该了 你不止一次想要人家死 人家费你两只手有问题吗 夜十三所为,虽然过激,但都是被逼的 你们鼓励不着,还要打人,真把自己当成天王老子 好了,老莫,事情到此结束吧 哼,现在晚了,你们要依法败事 那今天就依法败事 夜唐有理由怀疑郑俊清勾结外地,祸害神州利益 夜唐将要逮捕他深入调查 整四月持枪当中打伤执行任务的夜唐人员 我有理由怀疑他对夜唐饱含敌意 夜唐在地,不能流血又流泪 夜唐的人,哪个是夜唐的人 难道是夜十三 没错 这不可能,他就一个赤脚医生 怎么可能是夜唐子弟,你有什么证明 这是夜唐的机密,你可以控诉 来人,拿下 莫千雄,你这样做,想过后果吗 哼,带走 四叔,现在怎么办呢 就这样,任由他们胡作非为 而且郡清从小养尊处优 食指不碰羊春水 现在还双手受伤,被抓进去怕会受苦啊 如果能解决,我早就解决了 都是你们这些废物 守不住难民的战果 还搞出这么一个火端 更是让人揪住一堆把柄 郑先生,其实你可以去找一个人 有他出面,夜唐应该会给点面子 是谁 宋家,宋万三 他给夜唐捐了不少钱 还跟莫千雄有点交情 我们跟宋家闹得有点僵 现在找他们帮忙 宋万三会不会不买仗 不管他什么态度 只要有希望,总是要试一试的 郑先生,不好意思 刚睡下,有失远淫 恕罪,恕罪 宋老客气了 大家都是朋友 不用这么见外 我今晚过来 有两件事情,一是为郑俊卿以前的趁火打劫道歉 改天,我会让他亲自上门道歉 小事,小事 养猪场的三个意 我早忘了 过去了 咱不提了 宋老 我是说,郑俊卿逼宋红颜仪式 我很抱歉 抱歉啥呀 不就是一间黄亭酒店吗 只要不省害你我的关系 你拿走了 就拿走 没关系的 郑先生,不好意思 爷爷白发人送黑发人 心智受到冲击 耳朵也不太好使 我来跟他说一说 爷爷 不是养猪场的事 哦哦,原来如此 对不起 刚才听错了 一婚一世 以后不要再提了 免得上了两家的合计 谢谢宋老 今晚还有一事 希望宋老出面给墨千雄打个招呼 他把我侄子和侄女扣住了 宋老 这件事 你一定要帮帮我 什么 你要把龙度的八号地皮让给我 这样不合适吧 啊 好